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叫诺尔曼古列治美梯 今年19岁 来达瓦子学校已经7年的 然后我6岁的时候爸爸去世了 我在妈妈身边待了5年 然后11岁的时候 我就是想妈妈养两个孩子有点困难 我就想去护理院 护理院待到半年的时候 阿里巴巴来选我们了 就这样 阿德尔欧尔 who runs the school is a world record holder in tightrope walking he established the school and found most of his students at the local welfare home Nurimangal an award-winning打华's actress now is one of them 我手上过一次 从六米中掉下来 两个星期休息了以后 连工就是有点跟以前不一样 一连工就是所有地方疼一样 回到宿舍以后 几个人苦着 告诉自己 还是上学后我为什么来这个学校 我来这个学校的时候 我真脑子有病 就是骂自己 然后过去了一个星期以后 我的工已经回到了 跟以前一样了 萨特尔 乌吉·Abdulla another world champion in Dawa's competition used to study here and now he's a coach 打华子是两千多年的历史 我们每天都有八个小时两工 刚开始我们就说 五十公分 开始学 五十公分可以做 以后就是一米 以后就是三米四米 然后就是我们那个传统打华子 就是二十米高 最后面就是 两年以后 再可以上传统打华子 这二十二孩子 已经生活、学习 和工作 在七年 过去 然后她是他们的 家传统打华子 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 把我们这个 咱们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 达瓦子 要把它传承下去 就是有人来继承它 因为这个东西 它的难度是比较高的 所以就害怕它以后 慢慢地 所以阿老师的宗旨就是 我们要把这个民族的好的东西 要把它传承下去 Walking and practicing acrobatics high above the ground are the cool features of Dawaz and the performances are a big hit with the public yet the question is how many young people want to do it themselves? 李建华, CGTN Yanggisa, Xinjiang Uyghur Autonomous Region 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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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